吉尼斯世界纪录 新藏线 全程平均海拔4500米 开车走完这条路 以后你妈打你的时候再说 你咋不上天呢 你就可以谦虚地回答她 上过 给大家看一下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 新藏线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在麻扎打板 看看这个风景怎么样 麻扎在围语中的意思是坟墓的意思 可能当时就命名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点不吉利 利亚克打板 是219线上最长的打板 上下接近40公里 难度不是很大 主要是风景特别美 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上这个打板上来要40公里 然后呢一会儿下去 40公里就到麻扎了 高兴的过早咯 大家看 大车会车是必须停车的 而我呢也尽量在这等他一下 为啥呢 因为他过这个胳膊肘弯的时候呢 他是需要让出来很多空间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会车 空间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OK这就没问题了 我们继续走啊 这块下山的路 要比上山难走啊 也就代表着 假如从西藏进新疆的话 这一段路 挺难走的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路都已经被压碎了 然后呢 大车一过你根本就什么都看不见 而且呢 而且呢你看 这还有忽然在弯路上停车的 他应该是遇到这么困难了 你看前面就是这样 前面还有个小车呢 都能扬起这么大的前途 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哈 导航让左转在这 然后呢 这是小路 正在修的路 正常的大路呢 你看铺装路应该是在这里 所以呢 我决定等一会儿 因为我身后有两台大车 等他们过来 我看看他们往哪边走 这样比较保险一点 因为现在是没有信号的状态 没有办法导航 问了一下这个中国室友的师傅啊 他们呢 从这边走绕过去 看到了吗 在上面 那他说走这条路也可以 但为什么他们不走呢 是因为这条路的坡度很陡 他们这个车呢 上不去 那咱们这个小车没问题 咱们就慢慢走这个吧 哈喽朋友们 我们现在到了 科特阿特打板 也叫黑卡子打板 这条打板啊 其实要比刚才那个 马扎打板要难开啊 一直没有停车的地方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 拍照 我现在把车停在这里 走回去大概几百米 你们就能看到了 看着朋友们 就是这样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弯 能看到远处那个大卡车吗 他如果转弯了之后 你跟他距离二十米以内 什么都看不见 就点喘啊 海拔五千 如果你要在这个时候让我换个备胎 差不多能换死我 看看远处的雪山 一片一片的 怎么样 看看这个 像不像卡丁车的赛道 看看 这大货车在前面走 你在后面啥也看不见 看到了吗 太冷了 太冷了 受不了了 动手 手机一会儿都没电了 停车了 兄弟们 到了地方 现在的海拔 是三千六 坦白讲 我有一点点头疼 可能是因为 今天开一天车 比较累 然后我刚才把柴暖打开了 现在热风已经出来了 证明 三千六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现在天黑了 我把车停在了路边 这边没有人停车 它这个饭店 什么都关门了 因为春节之前 大家都回家过节了 而且这条路上 除了必要的运输之外 应该也没有旅游的了 这三家还开着 我们去 整口饭吃 菜是不错呀 狼卷 烤肉 这烤肉多少钱一个呀 烤肉 羊烤肉 羊烤肉 我进去点菜 我刚才点了一个五花肉炖酸菜 收鸡 烧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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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烦那情况下 赶紧不烙了 就别 赶紧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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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兄弟们 把剩下的拿回来了 明天自己做个大米饭 还能再吃一次 但是作为东北人啊 能在新疆吃一个 酸菜炖猪肉 真是太满足了 看看外面零下大概十几度吧 屋里是二十三度 哎呀 休息了 啥也不干了 太累了 我有点轻微的高反 晚安喽 朋友们 明天见 睡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